亚加达亚运会已经接近尾声,其中大部分赛事已经基本结束,而在31日的时候,中国女排在一次以3比0哼扫了日本女排,以7场比赛全胜的记录,打进亚运会女排决赛,与亚洲头号黑马泰国女排在9月2日的时候展开最后的冠军角逐。 而另一边,在赛前也曾抱下豪颜的中国男排,却在小组在首战就输给了越南队,虽然之后接满小组出现,却在与巴基斯坦的比赛中又一次落败,最终只得到了亚运会第9名的成绩,创造了男排历史上的新低,面对金国不让寻名的中国女排,以及连八层都未能进入的中国男排,球面也是唏噬不已。 而男排女排教练员两种截然不同的比赛态度,就更是让众人将男排取得这样惨淡成绩的原因归结到男排主教练沈崇的身上,沈崇无奈成为重视之地。 不过,一向关心中国排球事业发展,德功学员老维记中,在看完男排队员与沙特阿拉伯男排的比赛后,面对记者的采访,魏老是这样表示的, 在这次亚运会,越南男排和巴基斯坦男排派出的是全主力阵容,因为他们并不需要参加市井赛,而中国男排为了备战市井赛,将大部分的主力队员留在北京,只派上了二队队员参赛,自然是实力大减。 此外,面对球迷将矛头指向主帅沈崇方面,魏老是这样表示的,这是沈崇教练第一次带领这支临时组进来的队伍,不管对球员还是对教练,他们都需要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 在排兵不正方面,因为对彼此的不了解,导致沈崇在用人时位手位脚,仅凭一次比赛还无法看出来沈崇真正的指教能力,还需要更多的磨练后,才可以得出客观的言论。 魏记中这次的言论,也得到了不放手银的认同,相较于他之前雷人的点评,他此次的点评可以说是非常客观了。 在李月奥运会的时候,魏记中并不看好中国女排能够夺冠,结果中国女排一场少运会最高领奖台,回击了他的不信任,相较于两年前,如今魏记中越发看好中国女排了。 日前,魏记中坦言,中国女排打败日本女排进入半决赛事意料之中,中国女排也发挥出了正常的水平,不管怎么说,中国男排的赛事赛果是已经尘埃落定了,就让我们一起期待在9月2日中国女排在决赛中的发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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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